現在台海局勢緊張 中國跟訪軍 在一禮拜來是兩次在台海這堂聯合戰備競選 我們的國軍都有嚴密感控 就軍的集軍團長在台中的環南條 進行年度的立行性潮演 而且也有進行實斷的射擊 來考驗冠冰訓練的結果 一個集團後 自早跑路看誰 規定很驚人踏到海上的目標區 上面是很感動人 六軍集軍團齊齊頭早在台中 發達了領地進行每一年都要做的 草案實施黨跑保養射擊 無疑戰時改大 乖京機動到領地 六軍出動M1E0A2主照跑12座 M1E0QA2主照跑18座 官方發揮 明昌是本來的勝負 依照機靈正跑開 調整射擊的角度 接到明明後後18座主照跑 同時間開跑 現場聲音是很熱身 六軍嚴重武器正比以後 以致戰比 因為中國尊嚴台灣 越來越嚴重 改奉軍一禮拜以來 在台海實施人家的聯合戰比 驚順 國軍嚴密感控 台海政策真緊張 引起美國跟俄洲關注 美國跟俄洲在開保障級的組織 兩國的外交部長跟國防部長出色 重點是氣候變遷 憲領參加多人 五臥戰爭跟中國威脅 回後聯合聲明 中心共調以期待海豪 比方跟我們的重要性 也嚴重關注 改奉軍跟中國海警 在台海的行動 美國和俄洲會繼續支持 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強化對台灣的交流 我們可以來設法來擴大 跟澳洲的交流 不管是我們進行二軌的 比如說像國防安全研究院等等 可以共同討論安全的議題 當然可以討論並不代表 可以具體的合作 不過至少可以先從具體討論開始 時機點到的話 也許可以從一些比較不敏感的 開始開始做 對美國跟俄洲共同表達對台灣的支持 困難台灣是重要的東方 華國部盛心感謝 也繼續和理念 是我的國家學做交流 記者中學報導